大家好,我是王群光医师 我录制了21集的中华自然医学食物防病治病讲座 现在是讲到第15集 名称叫做消除脂肪肝的最塑效方法 就是严格断糖渗通饮食 什么叫做正常的饮食呢? 就是它仿造母乳成分比例的饮食 我们叫做常糖生酮饮食 因为我们人的婴儿在10个月大的时候 妈妈给他吃的母乳 碳水化物占46% 脂肪占47% 那么蛋白质占7% 热量的来源 那么所以我们一般人的营养学家规定说 我们碳水化物占热量来源的50% 脂肪占40% 蛋白质占10% 这个是一个正常的饮食 可是很多人吃的是不正常的饮食 比方说肉吃太多 可能蛋白质占了七八十个percent 那么碳水化物可能占八十九十 甚至一百多个percent 当然就肥胖起来了 那油脂很重要的 反而吃的不够 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产生疾病跟肥胖 因为我们人就是一部车子 你车子该加50 40 10%的这个燃料 你乱加 引擎就抛锚了 这样 所以我们讲 常常生酮饮食是一种均衡的饮食 是一种正常的饮食 是一种不生病的饮食 那如果今天生病了 可能就要来矫正一下 很多人吃的是药命饮食 什么叫做药命呢 脂肪应该40%的 它是低脂 蛋白糖应该50% 它可能吃到60 70 80% 高糖高淀粉 甚至高蛋白 这个我们叫做药命饮食 吃这种药命饮食 就很容易引起这个细胞内酸中毒 肥胖 脂肪肝 肝硬化 糖尿病 脑神经疾病等等 那我们这一集讲的是脂肪肝 脂肪肝 它的脂肪来自哪里 就是碳水化合物嘛 变来的 因为我们人体没有办法代谢果糖 我们身体没有一个细胞喜欢果糖 果糖它是一二三五个角的这个果糖 身上只有谁愿意收拾处理它呢 就是肝脏 肝脏把这个不好的东西变成油脂 对人体无坏的这个油脂把它收拾起来 然后呢这个葡萄糖也是葡萄糖太多 肝脏也会把它变成油脂 所以这糖也不是好东西 这糖它含有这个果糖 跟葡萄糖 我们如果 吃了这个淀粉啊 淀粉碳水化合物变成葡萄糖的话 那么我们身上的这个胰岛素就会分泌 这个胰岛素呢 胰岛就是大家看的这个蓝色的 它分泌出来这个蓝色的这个胰岛素 胰岛素呢就会把这个作用在这个胰岛素接受体 然后呢好像钥匙孔一样 把这个葡萄糖通道打开 好葡萄糖就会跑到身体里面产生能量 还有呢 胰岛素分泌以后 会让这个葡萄糖太多不行嘛 一定会把它合成甘糖 合成甘糖还有剩下就做脂肪啊 如果你有运动 它就会变成这个蛋白质啊等等 所以说 淀粉吃多会变葡萄糖 那么葡萄糖太 蛋白质吃多也会变葡萄糖 蛋白质有一半会变葡萄糖 那么这些葡萄糖呢 它就会又会变成油脂 所以这个就是肥胖的来源嘛 在肥胖之前呢 它先沉寂在肝脏 肝脏就是 这个上面是正常的肝脏 下面呢是脂肪肝 你看这个一粒一粒的脂肪在里面 时间久了就会肝硬化 肝硬化我也看过很多 我们是用眼睛直接看到的 因为以前我做外科嘛 左边那个是正常的肝脏 右边这种肝脂肪肝 通常都是这样 黄褐色的 摸起来粗粗的 这个就是脂肪肝 那么如果我们 没有了葡萄糖 那么就不会变成油脂 或者葡萄糖很少很少的时候呢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篇讲的这个理论基础 所以一个人 你问医生说 我脂肪肝 我有没有什么药 有没有什么药吃 他一定跟你说没有的 就以焉不详 也没有告诉你要怎么样 我现在就跟你说 如果你要把脂肪肝 改善的话 不要以后变肝硬化的话 你可以清水断食七天 因为你断食一天以后呢 你的那个葡萄糖烧完了 你就开始烧油脂了 就肝脏的那个脂肪 就慢慢就消失了 还有就是说你间歇性断食 就是说你可以一天不吃啊 或者一餐不吃啊 或者过午不食啊 或者平常就吃低糖的咯 吃10%啊20%这样 低糖生通饮食 其实脂肪肝 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可是如果你要快的话 就是用断糖咯 断糖的话 不但肥胖会减 脂肪肝也会减起来 就是说糖的摄取分量 大概占能量来源的 2%到10这样 淀粉千万不能吃太多 因为成绩在肝 肝脏坏掉以后呢 你也不见得会感觉出来 可能只会感觉比较累啊 等等 因为肝脏如果损坏50% 你的那个胆红素啊 白蛋白啊 阿摩尼亚应该都还是正常的 可是当它坏掉了90%以后 你就可能附水啊 肝硬化啊 白蛋白滴啊 等等 那等到肝脏坏掉 再来补救就补救不回来了 因为我们如果 淀粉不吃的时候呢 我们胰岛素里面的 阿发绅会分泌 那个Glucagon生糖素 它就会促进那个脂肪分解 然后把脂肪分解掉 所以说 这个 断糖生酮饮食 是促进这个 消除脂肪肝 最快速 最有效 最安全的一个方法 本集到 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收看